Hello,大家好,我是纯阳 今天要聊一款末日生存游戏 《往日不再》 《往日不再》是一款PS4本家游戏 从2013年开发到2019年发售 制作了将近6年的时间 这段期间,开发人员也从原45人增加到103人 以人力来说,个人觉得人处于不足的状态 同样具备开放世界条件的地平线 开发人员250人 开发近8年的避险狂杀2 开发人员超过1000人 举例的条件,仅以拥有开放世界的游戏作为参考 在这样的人力条件下 《往日不再》究竟能被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往日不再》游玩起来就像是在体验末日的日常 在这被蹂躏的世界 主角迪肯骑着机车四处奔波 地点建立在美国,俄勒冈地区 这个地区同时也是开发商所在地 开发商想要借游游戏让玩家感受当地的大自然美景 森林、雪地、营地、画面既真实 又壮丽 游戏里也刻意添加骑车看风景的过场 玩着玩着,我都想飞去美国看看了 不知道遇不遇得到易变者的巢穴 对我来说《往日不再》是一款慢热型游戏 在前期,在资源匮乏的状态下步步为营 不时的注意机车油箱有没有被我耗尽 随着时间低肯资源逐渐变多 步步为营的体验也开始有了变化 从暗杀转变成正面迎战 武力充足后,就来挑战暴走潮 被暴走潮迎面而上的感觉 啊! 啊死! 技能上个人学习顺序是 求生、近身、远程 技能顺序是每个人的习惯学习 没有硬性一定要先学完特定技能 再接下一个 本人胆子小喜欢前行暗杀 被发现就逃跑找机会再重新暗杀 所以技能就以求生为先 也因为喜欢玩暗杀 武器也就没有特别精挑细选 身上有什么就用什么 反正能杀掉都是好事一桩 BUG算是游戏最大的缺点了 本人从1.05版本开始玩起 一直玩到1.2版本 最多次遇到的BUG 莫过于过场剧情没有字幕露出 满影响体验的 也许是从比较后面的版本开始玩起的关系 遇到的BUG并不多 撇除字幕的关系 BUG并没有降低我的游戏体验 剧情上是交错进行的 呈现起来就显得较为破碎 带入的情感并不连贯 前期像是布局般的叙事 既混乱又让人摸不着头绪 这样的叙事手法也许不是最佳 但并不表示故事真的很差劲 迪肯和酒鬼之间的激情 和老婆的爱情 和Ricky的三情 和死对头的旧长 营地里的各种交流 用平滑的方式叙述迪肯在这末日的生活 最后爆炸让我震惊 当时真的以为酒鬼死掉 心情就如同迪肯般难受 老婆终于没有情敌了 人物的塑造严格来说并不讨喜 迪肯和酒鬼占了非常多的戏份 两位主角的互动也真的是 在这电玩看女角的时代酒鬼没有得体的外形 前期又占了这么重的篇幅 沉闷的末日日常配上不出众的外貌 没有一定的耐心 很容易在前期就被游戏的节奏劝退 假设把酒鬼换成是女角的话 或许评价又会变得很不一样 游戏发射后媒体的评分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专业偏见 媒体和玩家间的评价不一 评分和销量成反比 媒体认为和其他同类型游戏相比 没有特别突出的创意 评比出低米的分数 而我对于往日不再的看法呢 我觉得2016年的预告内容 和现在的游戏正片相比 有很大的差异 从界面看 地图和武器摆放的位置并不相同 尸体是有的 车子并不能剪消音器 在伐木场触发暴走槽前 并没有遇到任何活龙 数量实际游玩后也有很大的不同 从这部预告片可以看出 在发售前几年 游戏进行了不少的变动 发售前夕预告片几乎没有针对 暴走槽的资讯做任何的特别更新宣传 宣传方向不外乎是 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奋战生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玩家会因为好奇在发售前 跑去翻阅过往的预告片 资讯不对等 造就与事实不符的期待 上市后又没有立即体验到这样的刺激感 自然就会失望 尽管如此 暴走槽仍旧是这整部游戏最有趣的桥段 被大学粉丝追杀的感觉 超爽 边路跑边善用地形 机关 手上的物资 一点一滴的磨掉它们 成功后真的是无比的行愿 主线和支线的暴走槽 机关和地形差异蛮大的 支线的暴走槽大多在洞穴或是房屋这类的阴暗处 地形上也不像主线可以边跑边触发机关 除了油桶 我几乎没有看到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关 大部分都是使用自己身上的物资 处理暴走槽 支线没有营造出像主线那样的刺激感 我觉得挺可惜的 说了那么多来做个总结吧 游戏的步调并不快 写实的末日日常玩起来非常舒服 我并不会因为总是在找油箱感到烦躁 也不觉得任务有作业的感觉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末日生活的一部分 我很享受Deacon的生活 骑着车细细评委 探望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目前游戏仍持续更新 也推出新模式 堪称是最困难的模式 喜欢挑战自己的人 可以玩玩看生存模式 另外也不定期更新挑战任务 和当初发售相比 游戏现在更新了蛮多东西的 我是纯阳 喜欢今天的游戏吗 不认喜不喜欢留给人告诉我吧 那我们下部见 拜拜